180 文匯報 少年籍運租割傷警方扣查黑衣男 2015年7月4日台灣新聞A14香港文匯報信台北捷運昨日下午發生15歲少年被人割傷以外 當場血流不止,找籍運工作人員扣救 警方初判非隨機攻擊事件,並掌握黑衣男身份證透過家人追查下落 並要查明其背包內有無理氣或危險物品 警方當天晚間已找到疑似割傷少年的吳姓男子 已帶回警方信聞,以釐清案情 警方初步認定事意外狀況 據東芯新聞網報導,警方在事件發生後 調閱籍運站相關監視器畫面追蹤黑衣男的下落 同時被對柔柔加紀錄,查出住在新北市淡水區 28歲吳姓男子搭板南線網東,在籍運市政府站出站 廚師都據隨身或不慎傷人台北市警方晚間找到懷疑割傷少年的吳姓男子 據了解,吳南市北市信義區一間意大利餐廳的廚師,身上隨身帶光 M 句:「不小心割傷少年,目前正在警局裡製作不錄 根據影片顯示,少年夏電扶梯時,另一名手提袋子 身穿黑衣的28歲吳姓男子從他前方經過以此擦撞到他 少年隨即摸右胸發現有傷口流血,隨即請求工作人員協助 表示自己遭人遲都割傷,並在站長陪同下送醫 少年表示,沒留意對方是不是蓄意撞人,但相撞後對方有回登他 台北市中正一警分局副分局長李權姊表示,從影大和當事人說法 初步認定是意外狀況,以鎖定特定人並持續約談他道案說明 降臨同學我們可以打開下雨狀況,以鎖定特定人口 來資訊與您放棄,拜託,請求工作人員私 再振動活動後人的指導食材,地理解性從未來